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王怀兄弟 没想到 我们会在这个地方相会 要不是我 你会跑到这个地方来 可是 要不是因为你 我会到这个地方来吗 这是什么 这是天命 也许我张子贤会跟你一样 就此了绝一生 可强儿呢 他活着 我就得活着 兄弟 赶紧走 快 将军 看 将军 你看 刚建好的新墨 这就是智之 匈奴最坏的首领 近十年 匈奴对我大汉的战争 都是由他挑起的 今天 他已被我大汉将军 甘言受陈汤所诛 只知已死 匈奴的呼喊爷缠鱼 近日要来长安面军 商讨和好大计 从今往后 边关就要太平了 为了庆贺太平 今天我把全部的姐妹 都叫来了 大家一起高兴一下 来 姐妹们 这是陛下赐的烈性祭酒 为的是 纪念我大汉复兴 勇敢杀敌的勇士 干了吧 小女斗胆 想问两位将军 这位姑娘有什么话 你尽管问吧 此次出兵 置之大禅于庭 请问王将军身在何处 王将军当然是手当其冲了 那为何听两位将军谈话之中 没有提到王将军呢 这 王敦将军本来是与我们一起返朝的 可是 可是什么 是不是王将军遭遇到什么不测了 王兆军 放肆 陛下 我呼喊爷 大禅于与朕讲话不必拘礼 谢陛下 我对大汉及陛下一向怀有敬仰之情 只是北面市井难于脱身 不能常请陛下大安 今置之以诛 残敌远顿 匈奴统一 边关安宁 我这里先饮一展 贺陛下大功告成 好 钟爱卿 咱们一块与大禅于共饮一展 大禅于 果真乃豪爽之英雄 朕无德之人岂敢受贺 朕这一展贺匈奴统一之功 愿大汉匈奴就此永世友好 我呼喊爷谢陛下多次盛情款待 我呼喊爷谢陛下多次盛情款待 大禅于 大禅于何出此言呢 大禅于乃远方之贵客 先生有言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岳父啊 朕辽尽地主之仪何足寡吃 待朕他日到你禅于亭做客几日 大禅于又该如何呀 陛下如有一日驾临我禅于亭 我呼喊爷将请全匈奴之美一遇陛下 齐连山边听胡家方之世间无尽头啊 说得真好不知这诗句出自何处 朕信口一提罢了不必在意 陛下说得这些太好了 只不过是无病呻吟啊 朕一没见过齐连山 二又没听过胡家 朕每日身居宫中 更不知天边景色为何呀 此事容易陛下如有此雅兴 待日后宣依夏季 我来接陛下到齐连山一游 让陛下亲眼看一看匈奴千里绿草 以往无边 胡家随风而至 骏马乘戈而去 这事不知陛下何时可以成行啊 这有何难呢一个月足够 胡汉爷大禅瑜有所不知啊 我大汉朝帝大物博百业正兴 陛下乃是一国之主 日敌万机有恐不及 哪有这样的空闲呢 那我大匈奴也是帝广千万里 百事代表 可我们大禅瑜 怎么就有空来访汉呢 你不要多罪 还请韩大人见谅 王子倒也淳朴可爱啊 只是不知 韩大人能否帮我去掉 这孩子心中的疑问 如果能 胡汉爷干击不尽 在汉地教育孩子是父亲的职责 那作为叔父 是不是也有责任 回答这孩子提出的疑问呢 当然 凶悍已经蒙氏何为一家 如今你我是兄弟 我的孩子不也是你的孩子吗 然而臣韩昌也得考虑到 禅瑜乃是匈奴一方之主 怎敢对王子妄加教训呢 陛下 韩大人自说没有资格 看来只有陛下才能帮我教育一下我的孩子了 朕以为小王子问得很有道理 没什么好教育的 那这么说陛下可以到禅瑜亭一游 当然可以 大禅瑜 你能忙里偷闲到我长安城里一居 朕当然也可以忙里偷闲的到你禅瑜亭一游 小王子你觉得朕答得如何 谢陛下开导之恩 好 起来起来 谢陛下 那陛下何时成行 好 这个荣厚商定 不过朕是一定要去的 那我先以此酒欲祝陛下光临我禅瑜亭 朕也祝你匈奴万民安康 请 为祝陛下宴姓 我胡韩爷准备亲自考制全阳一支 请陛下品尝 那就有劳大禅瑜了 陛下 陈斗胆建议真言 真言无罪 快快说来 陛下方才的话诧异 差在何处 陛下贵为天子 怎么可以答应胡韩爷去什么大禅瑜亭 如果爱卿能够回答出小王子的问题来 朕就不必费那么多口舌了 微臣失职该当罪责 可那胡韩爷还应该知道 如此发问即是清君哪 可偏偏问朕的不是那胡韩爷 而是他的小王子 那想必是他们提前说好了的 既然人家已经问出来了 就必须要给人家一个答复 而且要让人家心服口服 那陛下非要为臣说出 我大汉天子 怎么可以去那偏远之地吗 爱卿此言诧异 既然我大汉与那匈奴 已经缔结兄弟之盟约 做弟弟的已经来看哥哥了 那做哥哥的 为什么就不能去看弟弟了 想来是没把他真当兄弟 即便如此 那陛下也不可以就此答应 而且还说是一定要去啊 臣以为陛下所言极是 既有人君之风令胡韩爷信了 话中有多回旋之处 说一定要去 但行期未定 日后一直未成行就是了 臣爱卿之意 是希望朕先用话欺纳胡韩爷了 这么做 岂不是犹如朕的诚信吗 陛下 末将不才 怎知道我大汉 有朝一日不能将凶都人赶出漠北 唯朕大莫 以报前朝累日之仇 到那时 想必陛下也一定想去看一看吧 爱卿之意 是朕乃穷兵独武之人 小力藏刀啊 微臣愚钝 不知陛下用心良苦 现在方知道陛下所言多有玄机 还望陛下明示 麒麟山下听胡家 方知天兵无尽头啊 我就觉得呀 他们没有把我们当成真兄弟 别听那寒畅饶舌 大汉皇帝不说得好好的呢 可我还是觉得他们不是什么兄弟 至少不如芝芝那样 更让我觉得是一家人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芝芝怎么说 也是父王的哥哥 可汉人呢 汉人是什么 一直以来不就是这样吗 他们过他们的 我们过我们的 这有什么奇怪的 那也不能做兄弟 最多就是邻居 也许 这还得由大汉的皇帝陛下来回答 好 钟爱卿 谁来替朕跟这位小王子说一说 这邻居和兄弟有何区别呀 臣以为同出一父者为兄弟 同居一出者为邻居 那兄弟亲呢 还是邻居亲 从血缘上讲 是兄弟亲 可是从情义上讲 友善的邻居比兄弟还亲呢 例如贵兄吾的地方五蝉玉之战 和后来的智之和呼喊也之争 均出自兄弟之间 而能为大禅于铸一臂之力 后来全军覆没的李大将军出自大汉 没错 友善的邻居可以结拜成兄弟吗 那他们不算是真正的兄弟 没有共同的血 怎么能说是真正的兄弟呢 你一定要让邻居有血缘关系吗 对 你们的祖先夏后侍就是我们的亲戚 那太久远了 血都已经淡了嘛 那就拿你来说吧 比方说 你娶了一个汉家姑娘 那你就是汉家的女婿 陛下 呼喊爷愿做汉家婿 好 好啊 好啊 朕愿将公主取配于大禅于 这样 咱们就能够成为小王子 口中所说的真正的亲戚了 是不是啊 谢陛下大恩 大禅于不必多礼 不必多礼 既为陛下之婿 家里总不能少 好 好 这样说来 朕要为大禅于亲主婚姻了 来 来 拟煮共饮 作为定亲之酒 来 你干 你干什么 我解释了 现在 谁的亲延导 他不是 加小王子 干什么 我 你干什么 这 肖举 你干什么 你就管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这 昭君 昭君啊 姐妹们都在歌舞言笑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昭君 怎么了 看你眼睛红红的 没什么 真的没什么 蔡姑姑 我只是想到一些往事 要是没有战争 我或许完全是另外一种活法 昭君啊 你心里难受了 是不是上次送信的那个祖勋啊 还有别人都已经战死了 是这样 不过你现在就得想开了 这边关的仇已经有人替你报了 那么这边关也就安宁了 那大汉将士都能回来了吗 那怎么会呢 那边关总还得有人守着的 我知道会是这样的 死了一个芝芝 总还是有别人 你呀 你这小小的王昭君呢 竟然为天下大事操心 要什么要是没有战争 那该多好啊 那样 就不会有人战死 不会有人被杀 不会有人去大边关 我那个族兄就可以回来了 姑姑 姑姑 我来宫里的时候不懂事 你一路上都没理他 我现在后悔死了 我有好多好多话要跟他说 赵君 你不要忘了 你现在是在宫里 你就像那只鸟 我这样形容不太合适 你这样的形容 再合适不过了 反正你这一辈子 再也见不到他了 那我宁可不要回家了 我要到边关去找他 赵君 你想点有用的好不好啊 你小小的年纪 知道什么 我怎么不知道 他们让我做汉家女婿 那是在嘲笑我 可父王呢 父王真要做他家女婿 做女婿有什么不好 不正像你所说的成为一家人了吗 一家人 那汉人有什么好 汉人就是土地好一点 出产东西多 这 这橘子咱们也没有 我不稀罕 君莫车弟弟 你这是在跟人家赌气 妒忌人家 不是我妒忌 是你无知 两年前 你就听 都隆其舅舅的蛊惑 说父亲要娶的心烟枝在南方 害得父王 每天晚上都在做娶汉家女子的美梦 这不是梦 是上天的旨意 就算是吧 上天还有一个旨意 就是要我们拿下汉人的天下 这样我们就不用巴结他们了 在你我和你儿子的有生之年 你说的这些都做不到 做不到就做不到 但汉人想做却可以做到 那就跟他们拼 弟弟 你这个想法不现实 你这样拼的结果 就是一个匈奴人也省不下 大匈奴就这样在大地上永远地消失了 你说得对 雕桃冒高 知道吗 我之所以恨你芝芝大伯 就是因为他总是要让匈奴人 没完没了地残杀 最后全部毁灭 其实我可以把蝉鱼位让给芝芝 但我知道 芝芝只要活着 就会不断地挑起战争 这我知道 可咱们现在说的是汉人吗 是的 汉人现在是唯一能和我们进行战争的人 而且也是能够把我们打败的人 如果我们和汉人是敌对关系 那还不如让芝芝继续活着 这我不明白 你想啊 当初汉人为什么能够与我们和好 就是因为芝芝在那边经常袭击汉官 汉人要联合我们一起对付芝芝 可现在呢 只知死了 我们也处于最虚弱的时候 这时候汉人完全可以趁机把我们收拾干净 拿下整个大漠 我看他们不喜欢咱们哪儿 但他们愿意他们在北方的边境安静一些 让有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匈奴人 永远地消失 我要是大汉皇帝 我会天天这么想 会是这样吗 是的 孩子 我们打了二十多年的战难 必须安静下来养一养 如果和亲能令大汉在我有生之年 不进攻我们 匈奴便可以恢复他的元气 如果和亲能使我们与汉人真正的成为一家 那对谁都是好事 就让他好下去 如果有一天起了争端 那时候的匈奴 已经恢复了他原有的力量 我也相信 大汉皇帝至少在这一带 会真诚地对待我们 臣不真诚啊 随理说了不算 什么事我都可以妥协 唯独父王要娶汉家女子这事 绝不妥协 举摩车 跟你哥哥好好学学 不可目光短浅 这件事你们这些老臣为何反对 若依众卿之见 莫非朕说错话了 微臣以为陛下非但没错 而且胜命 也只有你寒碍轻这么觉得 陛下 忠言宁耳 依臣与见 臣以为此事还当从长计议 什么从长计议 这只不过是一个男人 要娶女人为妻 这等小事 还要从长计议吗 陛下 微臣以为 如匈奴嫁女与我 则不必多说 可嫁女与匈奴 却让我们这些为臣为将者 实在脸上无光 实有无力保护大汉儿女 威汉之感哪 荒唐 温家之事与众爱卿 有力无力何干 当此之计 是我大汉强于匈奴 使匈奴愿与我合婚 是忽汉爷有求于朕 并非朕 平白贡献汉女 以求息事宁人 陛下 依臣之见 为何不让那忽汉爷 嫁女陛下和太子 以表诚意呢 那众爱卿就能满意吗 到时候众爱卿又该说了 我堂堂大汉天子 竟拿虎女后宫成何体统 万一到时候要冷落了人家 那这和婚不返成了结仇 皇上实在盛名 杭爱卿 你也不必多说了 当今这大殿之上 只有你赞成朕议 朕 怕你成了奸佞之人 臣为大汉安宁 万死不辞 杭爱卿 此话听起来像狂佞之语了 臣就死在这里 让他们看看 此事还不到爱卿轻生的地步 来 你过来 前次韩爱卿与张爱卿 初始禅于庭之计 急于忽汉爷定立了盟事 当时众爱卿便说 自作主张 有损大汉伤国威 罪于汉奸无异 当时朕听了并无多语 因为朕觉得目已成舟 可而今朕却想多言几句 交往之道 在于诚信 既然我大汉与区奴定立了盟事 却把这盟事视为羞辱 此中有何诚信呢 汉奴爱卿 朕早该为你讲一句了 可朕却惧怕重义 这是朕无德无能 害爱卿委屈了 还望爱卿见谅于朕 陛下如此大安大德 大汉有幸啊 臣愿干脑徒弟 以报陛下大安大德 汉奴卿 快请起 谢万岁 朕自知无德无能 所以众爱卿议事之时 朕相不多言 但此次合婚之事 朕得多言几句 这邻居之间尚可婚嫁 可唯独这忽汉爷 不可娶汉女 这只能说明 我大汉视匈奴为义人 说何为义家 不过是欺哄之词 如此不讲诚信的朝廷 忽汉爷能甘心臣服吗 若朕是忽汉爷 心中也必定不会服气的 陛下言之甚事 老臣以为汉兄和亲一事 是不能与临人嫁娶 相提并论的 朕愿闻其详 如汉兄交好已久 亲如兄弟 则婚嫁已数当然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可现在 汉兄三百年交恶 如今又有李将军全军覆没 若此时嫁公主与匈奴 众人会以为大汉无力相抗 苟且求安哪 此言差矣 谁都知道 李大将军的死 是我大汉为匈奴统一 做出的牺牲 恰恰说明 大汉与匈奴正在交好 现在忽汉爷主动求嫁 不正是汉兄和好的最佳时机吗 老臣以为边关平和 不应以和就和 而应以战去和 只有彻底消灭敌人 方可得永久和平 以战求和 说来是堂皇之急呀 但毕竟不是朕去交战 也不是爱卿你去交战 甘将军 你看应该派谁去交战呢 大人如此发问 是以为我甘某 乃贪生怕死之辈吗 陛下 末将不才 愿带大汉全军一眼 臣等生为汉将 死为汉鬼 杀敌报国亦不容辞 只要陛下您一声令下 百万大军将扫平一山 何等气魄 陛下 真正有此等气魄的是另外一个人 所指何人 边关守卫将军王顿 是他独闯大蝉于亭 指挥杀死了智之 结束了南北的最后征战 这王将军确实是个帅才 可这次他为何没有同你们一起回朝呢 王将军说智之虽然死了 但是他的儿子图其孤土 仍不死心 王将军留在边关刻进之手 好一个刻进之手 来人呢 奴才在 传朕的旨意 将朕的后礼立刻送往边关 款待所有的边关将士们 蔡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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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总管 何事这么喜气啊 好事 好事啊 昭君姑娘呢 昭君姑娘啊 这回你可以放心了 你担心的那个王将军的事 不曾发生 真的啊 皇上正让我给边关的官兵们 准备礼物呢 还说要给王将军一份后礼啊 太好了 来 赶快 谢皇总管 谢皇总管 醒了 醒了 不用多礼了 不用得礼了 陈将军 朕有一事不明白想问问你 将军口中这百万大军 是来自何处啊 陛下 向我大汉人口众多 整兵百万又有何难 陈将军 你家中有多少人 怕只有百十个吧 加上众爱卿全家 加上朕全家 恐怕拒这百万之众 也相距甚远吧 依朕看 这百万之君 还是得来自我大汉 百万黎民之中吧 陛下 百姓皆为陛下子民 为大汉尽忠那是当然 倘若朕真的世民为子的话 那么朕愿意将自己的儿子 送到刀枪之下吗 一将功成万古枯啊 众爱卿真以为朕不知道 如何去做一个脸上 有光彩的皇帝吗 很简单 朕只要发一眼 战 朕不必上去打仗 众爱卿虽然要去 但是也可以远离刀枪 真正在刀枪下流血的 却是我大汉百万儿女们呢 更何况我大汉 百万黎民 得捐出他们的银两 以供均须 再说了 我大汉近年来多有灾荒 本来就有积极 陛下所言极是 臣等明白 朕何尝不想做一个 说起来刚勇有无的皇帝啊 朕知道 罕和的人都会被人轻视 朕心里何尝不想 一举平定末北 北方就此得到安宁 朕知道 在朕的有生之年 匈奴是平定不了的 不如以和亲之举 换得几十年的安宁 在日后国力稍强之时 再由后人徒一大计 朕乃平庸之人哪 却一直相信 只要国力强万事安 可朕又逢多事之秋 就只能做个平庸之人了 陛下言以至此 尔等还要如何 臣张猛从陛下议 臣以为公主远嫁私有必要 胡汉爷由此成为我汉家女婿 他日公主之子 也成为我汉家的外孙 有朝一日既缠鱼位 那他也是半个汉人的匈奴王 臣将军糊涂了 我大汉王朝如此之大 还用去跟一个匈奴的小小蝉鱼争夺王位吗 臣又说错话了 臣愿从陛下议 臣甘言寿从陛下议 臣愿从陛下议 从陛下议 臣等愿从陛下议 不过陛下想婚庆之时 亲牌歌戏庆贺 臣看是不是就免了呢 可以 免了吧 反正朕怕仲爱卿反对 从未在呼喊爷面前提出 不过到时候仲爱卿 可得高兴一点 不可有蔑视之意 看来婚嫁之事就这么定了 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臣妾倒是赞成 可把谁嫁出去啊 是啊 是啊 朕也发愁 赶紧替朕想个办法 出出主意啊 有什么办法呀 反正臣妾绝不会把自己的女儿 嫁到那偏远之地去 怎么 你不是刚才还说你赞成朕义 难道就是这么个赞成法 其他公主也不可嫁去 人家会说臣妾偏心的 这不是为难朕吗 臣妾不敢 陛下 容臣妾再想想办法 再想不出办法来 就把你女儿嫁出去 陛下 陛下 皇后娘娘公主求见 不见 是 快 娘娘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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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父啊 你好狠的心哪 把自己亲生的女儿 嫁到那么远不说 还要被狗咬 被狼雕 被凶奴人糟蹋 陛下 你倒说句话呀 你都跟他胡说些什么 陛下冤枉臣妾了 那些老臣们早在他的耳边 把这些话都灌满了 这些不开窍的老东西 朕都跟他们说了这么多 居然还敢扬奉阴卫 好 他们越是这样 朕就越下决心这么做 陛下多大的决心我不管 反正你别用那女儿身上就好 你是公主 不嫁你嫁谁呀 父皇 你要真把我嫁给匈奴人 我现在就死在你面前 我的啥女孩 你父皇凭日里最心疼你了 怎么舍得把你嫁出去呢 千万别听见那些传言了 陛下 你说臣妾说得对不对 行了 你们把朕的脑子都搅乱了 父皇 你就可怜可怜我吧 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你们俩的亲生女儿啊 好了好了 先回去吧 朕再想想 快谢过父皇 快去 我就知道父皇舍不得嫁我 女儿多谢父皇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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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啊 你说说现在该怎么办 朕说出去的话是不能反悔的 要不 看哪个宫女愿意就以公主身份嫁出 不行 不行 臣妾可以事上一事 可千万不能强迫 万一谁要是不愿意咱们把她强嫁出去 她肯定心怀怨恨 你说要是到了忽寒爷那儿 她还能做出对我汉兄两家有益处的事吗 到时候肯定坏了大事 嫁还不如不嫁 这可就难了 不过皇后可以试着找找 看看有谁真的愿意 朕便立即赐她公主身份 我看 陛下 娘娘 陛下 毛颜兽送画像来了 去去去 朕累了 谁也不要 是 陛下 臣妾有主意了 叫毛颜兽把所有未临兴过的姑娘的画像 全都拿来 朕说了 今儿谁也不临兴 陛下不临兴 但是可以从中预先挑选一位美貌女子 然后臣妾再去问她的心愿 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那就试试吧 快点快点 皇上还都等急了 我得一张张照啊 万一拿错了把临兴过的嫔妃也拿去 惹得龙颜大怒 我毛颜兽的脑袋还要不要了 陛下每次临兴也没有看得这么仔细过 这次可不一样 此女子关系着我大汉跟匈奴今后的前途 朕可得仔细挑选才行 再看看这些 陛下 臣妾以为 以此女子的美貌 足以吸引护寒爷了 光凭美貌还不够 此女子必须聪明 伶俐 有气质 陛下圣明 此女子美丽 可惜了 她不就是那个王昭君吗 陛下难道忘了王昭君虽美 可惜 她脸上 恰恰长了一颗不吉利的滴泪质 皇后你想想 这滴泪质对咱们汉人来说 或许是不吉利 可是对于他们胡人 匈奴人来说 他们不那么讲究 他们只信神明 并不信什么阴阳八卦 或许这滴泪质 对他们来说 正好是可美人质啊 陛下不是说 不能光选美貌女子吗 可你忘了 上一回 她托立军带来那首卷词 能写出那么美妙的词句来 她还不够聪明伶俐 有气质吗 是 你看看 她双眼透着灵气 就是她 就是她